打流心 保安心 更新疫苗更放心 医生白色利落西装 贾永杰23号下午 现身防疫活动要提高民众打气 10月1号起 新冠流感疫苗双开打 卫福部呼吁 左手打流感 右手打新冠 每一年的流感疫苗 我一定都会施打 可是我觉得是痛苦 但是你要知道 其实我很快就可以复原 像我都运动成这样了 然后其实我的身体也很健康 但是我一定会去打 跟这两个疫苗单独打的风险是一样的 一天两个一起打的时候并没有加成 根据卫福部资料 流感疫苗副作用 包含发烧 皮肤奇症等 通常在发生后两天内恢复 新冠疫苗副作用 则有严重过敏 淋巴结肿大等 mRNA疫苗 BNT与莫德纳 甚至会出现心肌炎的副作用 两种疫苗同时打 会不会造成更严重的副作用 民众还是有点担心 可能就是会有一些副作用的部分 或者是说打了之后 可能就是会有一些 可能免疫系统的问题 可能时间不会放得太近 如果不急的话 可能可以分开打吧 这个疫苗的抗体有一个相似性 本来是要对付这个新冠病毒的 结果这个武器抗体 反而会结合在自己的心脏细胞上 所以会造成一个心脏发炎 就是心肌炎 目前新冠最流行的GN.1病毒 只有莫德纳疫苗可防御 而流感疫苗则提供五种常拍 是否要同时施大 建议民众评估自身状况 再做选择 环宇新闻 陈霞英网游阳台北报道 请订阅按赞分享环宇新闻 YouTube频道 并打开小铃铛 及时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